老闆飲出來 開頭 欸 妳怎麼在這裡勒 妳在開心什麼 因為我等一下老闆說要叫我去攝影棚錄影 啊 我第一次訂攝影棚你看 你自己看一下 你看 馬上照一下 有沒有 沒有下雨 我跟你講 待會就會晴空萬年 因為老天爺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進攝影棚 你知道老闆也有叫我去嗎? 他不是叫我自己去院嗎? 沒有啊 他說 叫你去兩台車我都去 所以不是只有我一個去喔? 對啊 他還想說我是天選之人耶 那你要去哪台車? 你看我鑰匙要插上去了 我當然是騎券啊 那我也想要騎券 我先插鑰匙 先插鑰匙吧 不是這樣吧 要不然參選 要吃了Vios給你好了 不要不然參選啊 參選 你要出什麼? 我出布 那我出剪刀 欸不是這樣吧 我要出剪刀 喔對 那我出剪刀 沒有 欸你有錄到嗎? 大家可以作證了 我先出剪刀的 我就很老實喔 我不管啦 我知道他其實覺得才... 耶我要出剪刀啊 這邊這邊耶 耶耶耶 出剪刀啊 嗨各位,我們現在來到地球黃金線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第一台車呢 是現在話題度還是維持直到不下的近孔KRV80 現在他們來看到的是三養的JETS 大家對這個靴蕾0.5是都抱了有培養高的期待 各位觀眾朋友,第一次亮相的OVATO MCRS 就在你們眼前出現了 我們就要被它的壯碩的感覺很龐大的體積下掉了 它的扭力是有兩百年度力的再來是一段長的 第一次是X300 其實適合輕度越野的飾量 哇,睽違了五年,由國內經營貿易上引進的沒有的期待 哈囉,大家好,我是Aya 可以請中文姊幫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節目裡面會有哪些精彩的內容嗎 好,第一條文姊姊,就是終於在疫情期間我們還是錄了機車特輯 因為喜歡的觀眾朋友非常的多 而且我好久不見楊斌了,對不對 對,真的,好長久不見 喔,那我們會關心一下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車市的變化 包括了排行榜啊,銷售數字啊 然後125剛好這個急劇它還是一個很熱門的急劇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剛好幾款車就是隨著引擎上升之後 你知道就是對於市場的排行竟然也有很大的變動 你可以看出消費者現在對於引擎科技的進步啊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很在意 然後另外呢,還有另外一種舉行 大家最近應該會享受這種人比較少 偶爾能不能夠去呼吸新鮮空氣的氛圍吧,對吧 所以台灣剛好越野車款好像熱度也增加了 我們今天也會硬排到 還有就是電動小跑車 這一台呢,第一次獨家開箱喔 很值得看,對吧 沒錯,那就請我們的觀眾朋友拭目以待囉 好,大家一定要鎖定地球的機械 還有,瑤瑤以及楊斌帶來很多實用的機車資訊 欸,瑤瑤你今天到地球黃金線這邊來錄影有沒有什麼感想 欸,這是我第一次進攝影棚耶 很新奇嗎? 對,只是你知道我之前是想要當主播的嗎? 有像嗎? 沒有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 台語台嗎? 各位觀眾,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咧,有你要抱抱嗎? 抱抱,是這樣嗎? 不知道 欸,但是其實我覺得攝影棚的規模比我想像中的大耶 你看 超多排燈交易專頁耶 所以原來其實棚內錄製的節奏是很有組織的 就什麼時候要錄什麼,這一part就是收在哪邊 其實他們都是已經有設計好的 就不會像有一些我的外景是比較輕鬆 就那麼隨心所欲 他們該斷在哪邊就要斷在哪邊 所以比我想像中的還嚴肅一點 對,然後你看 哇,這個都是在電視上才會看到的 哇,那小朋友 哈哈 這就是蠻新奇的啦 也讓我見識到 因為現場地球環境界的主持人是中一節嘛 對,然後中一節的一些主持的反應啊 還有一些主持的語調速度 這都是我剛剛在旁邊一直偷偷學的 對,這次觀母也讓我覺得真的是受益良多啦 欸,剛剛在錄影現場的電視上面啊 畫面上面也有看到芽芽耶 知道會不會有機會也看到你啊 真的,媽媽我上第四了 好不好,但是我還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來現場做 實際的訪談跟錄影啊 對,給自己一個小小的情緒 我們下次再見 啊不對,應該這麼說 我們地球黃金線見 掰